有時手機很方便 於是一給他 他就會自己一邊自己玩 但這樣不是好事 因為這樣一外減少親子之間的互動 二來小朋友有這麼少機會學習 就是怎樣去社交 當然我們很多時候都很關注小朋友的情緒 很多時候小朋友有發脾氣有發紋症 都不知道怎樣去教他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透過場友 來教導他情緒管理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這樣說 情緒管理家長有一個很大的誤解 就是他有情緒才行管理 很多時候他在生氣的時候 先跟他說冷靜點 深呼吸 但其實這個方法不一樣 大人也是 自己在生氣的時候 自己跟自己說深呼吸 其實很多時候在生氣的時候 都忘記了 是 好啦 其實我們說 正確來說 情緒管理是在平靜的時候學的 像什麼呢 像學游泳一樣 不是浸到的時候才學游泳的 因為浸到的時候 哪裏還有本事才學游泳 當然是喊救命的 好啦 同樣 學游泳這條學 就是在一個風平浪靜 安全的地方下 他學懂手怎麼印 直腳怎麼印 到他真的要下海了 那一刻他就會自己運作了 因為過往很多經驗 很多練習的經驗 他知道這樣做了 嗯 情緒管理也是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情緒管理的方法 嗯 我們好像玩的時候 是一個很平靜的時間 那麼他去學 情緒管理的方法 他才學得到 還有 游泳很開心的嘛 玩一次 又玩第二次 又玩第三次 就好像練習游泳一樣 練多幾次的時候 到他真的有一天生氣的時候 然後呢 家長跟他說 好啦 我們要喝水淨心 啦 小朋友立刻的 他曾經在這些卡裡 真的有一個技巧 就喝水淨心 於是他就知道 但因為廚房就要喝水 在那一刻 就會發揮了 情緒管理的方法 透過我們說 但那些卡 寫下很多不同 譬如這張呢 寫下了 怎樣做一些事情 背後的原因 那麼他小朋友 學懂怎樣去 和家長去 溝通他的情緒 有時候 為何會有這個 消防員呢 即是憤怒的時候 剛才可以提到 安靜二十秒 可能玩的時候 對 上面有些方法 當他抽這張卡 他跟著這些方法去做 譬如說 深呼吸 說 我有點生氣 我想有二十秒 安靜時間 接著要靜二十秒 在玩的時候 做完了 他就贏得一些 徽章 當然會下次再抽這張 再做 在這時候 他不斷地練習 到一一 他真的要去生氣 不買玩具 好 他真的 安靜二十秒 我一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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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自己去協調 總比在他生氣的時候 先來學 來得有效 嗯 這就是我們說的 有時候透過玩 來 玩 來陪有些情緒管理的方法 這裡好像大小用 是啊 這裡應該是你發明的 是啊 好厲害啊 去排練 去練習 還有很多時候 上面都是一些小朋友 不安靜的時間 是 有時候 他會透過這些方法 他知道了 家長經常會說 做功課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用得著 對小朋友來說 我們說準備定 方日後做功課的時候 可能這個技巧 也有幫助 哦 非常之好 對 有時候我們都會豐富一下 小朋友去表達情緒 嗯 其中可能 玩些 配對卡 那好了 當他抽到驚慌的時候 可能家長可以逛逛 跟他說 在面對什麼時候 你會驚慌啊 嗯 小朋友就開始學習 驚慌呢 是 即是說他有害怕的東西 那些公司也會定 是的 有很多人 有些比較 妒忌 有時候我們都會跟他說 啊 當他抽到驚慌的時候 可能跟他說 啊 在什麼時候你會妒忌啊 那其實小朋友 就開始擴展 他一些情緒詞彙 是 和在這個程序上 跟家長溝通一下 這份情緒 嗯 好啦 當然了 有時候有些小朋友 會對一些情緒有誤解 其實有些情緒是有樣子看的 是 不如說 就這樣 有些情緒 有些情緒 甚至相反 也會有些相反 抽ช 但根本還是在是 你負責還是 行為 才發折了 這 Kommentare 已經重用了 對面在甚麼呢 一來他留意到自己 我現在是驚喜 我一驚慌 更加肯定意識到自己的狀態 另一方面 在跟人相處裏面 他能夠留意到對方的表情 甚至乎可能他贏了的時候 很開心 但可能跟他比賽的小朋友 輸了難過 如果他能夠識別到 他人的表情 跟自己有不同 他贏的時候很開心 但他留意到對方 咦?他傷心 可能他走過來幫助他 不要緊 我們再玩多一局 可能你會贏 在這裏模擬 提升了小朋友的同理心 所以我們少了一些卓右 除了可以多親之互動 也幫助小朋友 去培養一些好的情緒 和好的情緒管理方法 好厲害 雖然我女兒很大 但這次我上了醫堂 很得著 自己更加日後教的女兒 都會知道怎樣去教的方法 是 下次就邀請德德莉 去講其他題目 好嗎? 好 這次是這麼多 謝謝你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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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